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架牌是一架bicycle的啤牌 你看到它的颜色会比较特别 而且会有些旧化的效果 这个就是牌盒的正面 然后看看背面 背面这个设计比较特别 因为通常牌盒的背面会有其他的资讯 现在这架牌的牌面和牌背都一齐给大家看的 这边是USPCC的名字和地址 另外那边 这个是Aircusion的 一个跟808一样的设计 只是颜色比较特别 牌的底部 牌盒底部有些资讯 应该都是地址 也设设计比较特别 好到牌盒的顶部了 有个Poker的字样 还有有些旧化的绩子 这个不是我弄出来的 是它出厂的时候都已经有些好像污漬的东西 顺便给大家看看 Bicycle 808原本的牌背 我左手面就是红色808的牌盒 牌盒的背面 它有不同的 整个不同了 完全有很大的分别 好 看一下牌入面 到牌入面 那张贴纸我贴在这个位置 那贴纸应该就跟808一样的了 就没什么特别的 这样它的牌面比较特别一点 那就是灰色底的 就是白色的部分 就会是灰色底 跟着黑色就用黑色的 那 但是红色的部分 它就会用了这个浅蓝色的 那 那 牌背的部分 是这样的 是一个 都是Bicycle背的 但是 它本来白边的部分 就会变了一个浅蓝色的 那 还有都是有些旧化的效果 好像有些油脉色 出了界 这样的 那 在这里 就看了个 Joker 先 那一会 再和大家看一下其他牌 那 可以一样的 和 Bicycle 808 因为这个 这副牌 其实 都是用回 808个版的 颜色上 只是颜色上 有些少不同 你会见到 我之前的牌 介绍的牌 基本上是 没有分别的 那 和颜色上 就完全 跟正常牌一样的 今次 就和大家 介绍一个 不同颜色牌 给大家看一下 Bicycle 出的其他牌 系列 那 基本上 字 一样的 一个GNT 卡 之前 都和大家介绍过 在Telehold 的时候 这个 是 一个 大Joker 大一点的 皇帝 拿着 大一点的皇帝 没有Pediction 大致上 大致上一样的 好了 拿着 和大家比较一下 那你现在这样看到 就很清楚分别到了 一只 是我现在 右手边拿着的 这副牌 今天介绍的 这副牌 那 它 就是灰色底 跟着 如果 如果 紅色 紅芯和佳磚 它就会用一个 淺藍色 去 代表 那 比较特别一点 因为通常 你看到的都是 紅芯 就是 都是 紅芯和佳磚 都是 紅色的 那 这副牌的设计 就是用了 淺藍色 和灰色的对比 那 那 基本上 大小 就一样 那 真的 只是 颜色 那 牌板也比较特别一点 刚才也说过 它 它白边的部分 原本白色的部分 它就用了 这个 牌的特色 淺藍色 跟着 它有些 舊化的效果 有少少 掉了 那 中间 对 中间的部分 都有少少 灰色 就是用 灰色 和 藍色 的 对比 还有 就是 佳磚 都给大家看完 那 那 和 刚才 红芯 一样 它就是 红色的部分 它就用了 淺藍色 那 这个就是 佳磚 狗 牌背 它的印刷 好像是 随机 真的 脱色的部分 真是 这样 画花 每一只牌 每一只牌 都好像有少少不同 的 好了 到巡礼 每一只牌 都派给大家 看看了 那 如果 呃 想飞的话 你可以直接 按去后面 的 好 好 心水清的观众 都知道 刚才我派的牌 那里 没有了 职吕 和 烟 的 因为想抽起给大家 去看看 的 好 好 啦 那 这个 这个 就是 梅花 继绿 它 红色的部分 就是 用了 淡蓝色 总之 现在这副牌 就是 红色的部分 全部都变成 淡蓝色 的 那 基本上 设计 就 和 808 一样 可能 颜色的配搭 有不同 空 红 深 青 它 都有一点 舊派 就算 灰色的部分 有点 好像 掉色的效果 的 葵仙 直律King 街磚 直律King 在这里我也想拿回 红色白力白 给大家看一下 King的分别 这样的设计 红色的部分 会有少少用了 淡蓝色 我反而挺喜欢 King的设计 它比较特别 因为红色 变成淡蓝色的部分 牌背 就是一样 都是一个 这样的 好 轮到Yan的部分 大家都最喜欢看 Yan 因为 魔术师最喜欢的牌 就是Yan Yan 是比较清楚 因为 只有一个 提示 有少少脱色 这是它印刷出来的效果 就是 这个是 有点 抹花了牌的效果 灰色的部分 也有陰陽色 這是印刷出來的效果 紅心的底色 葵線煙 808的設計 這副牌全都是用808做底 主要是印刷、顏色的對比 還有少許脫色的效果 對於草牌來說比較特別 不用太悶,全部都是同一顏色 中間灰色的位置也有少許脫色 當然有兩隻廣告牌 廣告牌也沒有玩 紅色的部分是用紅色的字 這個只用白色的部分 用灰色的部分 還有這裡 有一個Bicycle網紙 這隻就沒有的 只有這隻是這樣的 應該說 整個牌只有這隻牌 只有Bicycle網紙 好了,輪到牌質部分 都跟808一樣 無論厚薄的程度 和彈力 都跟普通 紅色和藍色 808一樣 只不過這次我覺得 可能因為它是油墨的關係 因為牌面的部分是灰色 有油墨在這裡 因為平時是白色的 它可能影響到 比如攤開褲牌 SPEC褲牌 或者開線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那麼順 可能有點卡住 但我覺得 可能都可以接受 因為 其實 這隻牌 可能儲的機會比較多 尤其是 可能 對於一般觀眾 它玩開牌 其實 它看開 紅色和黑色的對比 就是牌面和白色的時候 其實它可能有些牌 點數 可能看得不清楚 如果這隻牌 因為它 灰色配淺藍色 其實可能 對比 因為沒有那麼大的關係 看數字 或者看點數 可能沒有那麼清楚 但如果以草牌來說 我覺得可以的 還有 我會 用這副牌 去玩一些部分的魔術 因為 因為 始終 顏色比較特別 所以 今集 就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副牌 因為 之前那幾集 牌 都是 一模一樣 都是白色底 這樣的牌 我剛剛看到 有副 我自己 存在的牌 有副 比較特別 就想跟大家 介紹一下 這副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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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特別 會打光 不知道你們 喜歡嗎 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好 今天 就 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記得讚好和訂閱 訂閱 旁邊有個小鐘 按著之後 就會收到我最新的影片通知 好 下集見 拜拜 拜拜